直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 日前在台北演出了第一百场 而且当晚还邀请到艺文和郑商名人 大家募款任养各乡镇的演出 其中还包括台北市长参选人 柯文哲和连胜文 当着两个政治人物 活动发起人吴念珍就说 九年前在一场私人聚会上 他们绞尽脑汁 想要发起一场大型的聚会 不分蓝绿 没有仇恨 只有欢乐的演出 然后到全台湾各乡镇 演戏给大家看 他们果然实现了 这一晚是指风车368 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第一百场的演出 离开也还有一个小时 西松国小的操场 已经挤满了上千人 有些人是第一次来体验 指风车的表演 也有人是名副其实 追风的孩子 我们这一天就有看过指风车了 这次就每次跟随着指风车的脚步 走到哪儿就看到 所以已经看几场了 看了今天算第三场了 除了巡演的固定巨马 台湾幻想曲 这一晚为庆祝一百场 还多了游行演出 同时邀请到艺文与政商名人 担任各乡镇 募款助选员 总为台北市未来的市长 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 九年前一个晚上 很多朋友在我家聊天 我们发现台湾只要超过五百人 聚集的场合 通常不是蓝 就是绿 充满了艳恨 没有快乐 所有人都讨论说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积极超过两百人以上的地方 都充满了欢乐 唯一的可行之处是 让小朋友笑 大人就没法说 一事有三一角乡镇 奥童律师工程的开始 真的的恶魔 三条龙出现了 女王来啦 我要当活龙的骑士 你不要啦 女王来啦 当年一场私人聚会 而开始的三一九 规划八年内走完 最后提早在五年内完成 二零一三年一月 剧团决定展开第二波的 三六八艺术工程 只是相较上一次 这次的募款速度 却明显慢了下来 当他们都在台上讲 一百场的时候 好像充满了欢乐 好像完成了一件事 不 一百场才是一切的开始 为什么 三百六十八相镇 才走完一百场 意思是 之后还有两百六十八场 漫长的路途要走 各位大人朋友们 小孩要看戏 大家大人们多多帮忙 小孩要看戏 大人到此情 耶 为了克服募款停滞的问题 指锋车决定搭选举议题 邀请名人加入募款 催票的行列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选举嘛 现在新闻打开都在选举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用 好你们在选举之后 那我们小朋友也来选举吧 就用这种概念嘛 这样子 那所以 推出之后其实效果蛮好的 就是建报之后效果非常好 比如说 像江卉看到 他就会说他要捐嘛 那江卉的朋友 我会跟着捐啊 对 所以什么消息箭报之后 到现在已经多了 差不多澳山市场 2006年开始的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5年内完成了29万公里路 381场表演 2013年开始的368巡回 迈入百场之际 剧团期盼众人共襄盛举 一起完成孩子们看戏的梦想